第十一章 春天来了 外婆的表姐也来了 春天 经过了一个差点失去爸爸的寒冷冬天 小光一家人更团结了 二姐也更加疼爱小光了 今年她决定带小光到稻田边去把野百合花 那是小光一直想做的事 但以前家人都说她还小不能去 小光 你现在七岁了 可以跟姐姐去把百合花咯 小蝶微笑地说着 好棒哦 我可以去把百合花了 小光兴奋地拍着手说着 在春天的时候 田边就会长了很多的野百合花 风一吹就好香 白白的百合花 加上红色 粉红色 黄色的小野花 把绿绿的稻田 点缀得如画般漂亮 小光站在田边 用力拔着百合花 却多去拔到花朵和叶子的部分 小光 这样不行 必须连根拔起 拿回家后才能养得活 而且太小的不能拔 小蝶叫着 在姐姐的帮忙下 小光也拔了好几株百合花 当妈妈看到小光和姐姐拔回家来的百合花 她总是给他们很多的称赞 妈妈会对七岁的小光说 我们把这些花放在花瓶里 敬奉给神 他一定会保佑小光和姐姐平安健康地长大 小光点点头 认真地说着 对 我们一定要的 神对我们家那么好 而且爸爸有危险的时候 神都有帮忙把爸爸带回家 我会把更多的花来谢谢他们 嗯 神一定都听得到小光感情的话 妈妈微笑地点着头 一天傍晚 妈妈正要准备煮晚餐的时候 院子里来了一位年长的女士 穿得很像是古代人的公服装或龙服装 头后方梳了个包包头 有一点白发 她的微笑是小光见过 除了妈妈外 最慈祥温柔的 虽然她看起来比妈妈还年长很多 可是小光觉得婆婆特别不一样 特别漂亮 她让小光想起慈爱的岳婆婆 妈妈说 她是小亲姨婆 是外婆的表姐 她在环岛旅行 拜访所有的亲戚 妈妈 那这个小亲姨婆的家人呢 小光好奇地问着 她一辈子都没有嫁人 所以她只有自己一个人 妈妈边洗着菜边说着 自己一个人 好可怜 小光感到悲伤地说着 她那么老了 怎么还要出来环岛 拜访所有的亲戚 她是不是没有钱啊 小蝶问着 小光疑惑地看着妈妈 妈妈把青菜放在木头砧板 微笑地看着他们说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 姨婆啊 喜欢云游四海的生活 什么是云游四海 妈妈 小光问着 就是喜欢自由自在 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小蝶说 哇 那不就跟小鸟一样 要飞哪 就飞哪 好棒啊 小光开心地说 小光长大 也要跟姨婆一样 云游四海 你可以走那么远吗 小蝶逗着她 哇 小光正要回答时 突然听到飞机飞过去的声音 在小光住的隔壁村 有一个空军基地 几乎每天有好几次 飞机会飞过小光家上空 我可以搭飞机去云游四海啊 小光天真的说着 那你要赚很多钱哦 小蝶笑着 我会的 我将来可以赚很多钱 小光很有自信地说着 然后抱着妈妈笑着说 我也会带妈妈一起去云游四海 哇 真是乖巧的女儿 小青姨婆走过来微笑地说着 姨婆好 姨婆好 小光和姨姐姐跟姨婆点头问候着 阿姨 要不要留下来过一晚 晚餐也快好了 妈妈微笑地问着 只要不打扰到你们 我当然很高兴 能留下来和你们聚一聚 小青姨婆开心地说着 晚饭过后 小青姨婆强制要帮妈妈 准理餐具和洗碗 但是都被妈妈拒绝了 阿姨 您去休息 您在外面旅行那么久 应该累了 我们来用就好了 妈妈坚持地说 哦 是的 阿姨 请你们不要客气 把这里当自己的家 爸爸很真诚地说着 谢谢你们 这么温暖 这么欢迎我 姨婆感谢地说着 然后她摸一摸自己的口袋 虽然我身上没有钱 可是我不吃免钱的饭哦 小青姨婆调皮地说着 好吧 既然你们不让我帮忙 我可以说一些我旅途上的故事 给你们听 好吗 小青姨婆微笑地问着 哈 好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小光开心地拍手说着 小青姨婆讲了好多有趣的故事 像是她如何极致地 用身上的火柴 拿路边的杂草和干木做火把 避开野狗的追逐 如何只带一个里面装着 简单药物 一件外套 一双鞋 及一套换洗衣物的小包包 在身上 做最简单的方式旅行 她说 很多时候她只吃一餐 姨婆觉得我们人 其实不用吃那么多东西 小光心想 怪不得姨婆那么瘦 小青姨婆说 因为每天走路 让她变得很健康 而且也认识很多的好人 有些人会邀请姨婆 到家里吃饭 但是她一定都坚持 帮忙打扫 洗碗等等的工作 来答谢他们 小青姨婆也说 我们都必须怀着感恩的心 每一粒饭 一碗汤 都是别人辛苦工作换来的 不可以占人家便宜 小青姨婆 继续说着另外一个故事 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呢 就会把我的长发放下来 有一个晚上 因为来不及在天黑之前啊 到达一个亲戚家中 所以就决定 在靠近农村一个山脚下的凉亭 过夜 当天是完全并暗 我躺在黑黑的凉亭里的长板凳上 正准备睡觉时 一阵大风吹来 把我的长发吹得四处飞去 突然间啊 我听到一个男人大叫着 妖鬼啊 我的天啊 我马上坐了起来 又一阵大风吹来 这次啊 把我整张脸和身体都遮住了 这个男人又大叫了一声 啊 我都还来不及开口说话 只见他扔了手上那些龙锯 把腿跟风似的跑了 所以啊 我想 我有长得这么恐怖吗 然后我很快地看了一下自己 和我眼前的长发 我开始大笑着 笑到我肚子都疼了 小清姨婆大笑着 小光和全家人 也和小清姨婆一起笑着 姨婆 你好勇敢哦 自己一个人旅行 都不害怕吗 不寂寞吗 小蝶很敬佩地问着 傻女孩 怎么会寂寞呢 小清姨婆笑着 在旅途的路上啊 我就可以认识很多的人啊 而且天地就是我的家 大地就是我的床啊 众生都是我的兄弟姊妹 所以我不害怕 而且我没有做坏事 我相信神都一直在旁边照顾我 保护我 慈爱的姨婆 有信心地说着 小光觉得自己跟姨婆 好像哦 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家 我们永远不孤单 哦 很晚了 让姨婆去休息吧 爸爸说着 姨婆 你的头发好长哦 站在房间门口的小光 惊叹地看着姨婆 梳理她过腰的长发 哎 小光 进来啊 小清姨婆笑着 小光走进来 站在她旁边问着 姨婆 我可以摸您的头发吗 哦 当然可以 小清姨婆 点头笑着 小光摸着姨婆的长发 好柔软哦 姨婆 您一定留很久了 对吗 小光好奇地问着 姨婆皱着额头 想了一下 她笑了笑 哦 我都忘记上次 是什么时候剪头发了 小光也喜欢长发 嗯 我好喜欢哦 小光说着 摸了摸自己的娃娃头 但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可以留长 小清姨婆 摸摸小光的头 微笑着 小光 你的娃娃头 非常的可爱 而且啊 我相信再过一年 你的头发 就会长长了 我真的好想赶快看到 我的头发 长得跟姨婆一样长 那么漂亮的样子 小光满意羡慕地 看着姨婆说着 小光 我们家的女孩啊 最适合 留长头发了 姨婆说着 从她的头发上 拿下一个 很古雅的发簪 放在小光手上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 姨婆现在 送给你 可是姨婆 这是你妈妈给你的 很宝贵的 我不可以拿 小光摇着头 很有礼貌地拒绝着 虽然 她心里 很喜欢这个发簪 但她实在 不该收下 这么贵重的礼物 姨婆握着小光的手 亲切地说着 姨婆 没有小孩 而且姨婆也老了 所以 小光替姨婆保管着 好不好 小光犹豫着 而且 小光 以后 你要是遇到什么 不能解决的事情 就把这个发簪 带到头上 你就会想出 解决的方法了 姨婆继续说着 哇 这么厉害啊 那么我就是 女超人了 小光好开心地说着 她看着手中的 漂亮发簪 然后抱着姨婆说 谢谢姨婆 谢谢姨婆 姨婆 把发簪 带到小光头上 小光 你看 好适合你 真漂亮 姨婆笑着说 小光看着 桌上小镜中的自己 开心地点点头 还有啊 小光 记得 当你的头发 越来越长的时候 记得啊 要带着这个发簪 它不只帮你解决问题 还会保护你哦 姨婆慎重地说着 我一定会记住的 小光认真地说 隔天早上 小光兴奋地 带着姨婆给的发簪 给妈妈看 妈妈 你看 漂亮吗 小光开心地说着 妈妈看着 站在一旁的小亲姨婆 阿姨 这么重要的东西 您怎么给小光了 她惊讶地问着 玉环 我们都知道 小光是个特别的孩子 不是吗 姨婆 好像知道什么的 说着 妈妈点点头说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